在這邊為各位介紹一個 我們自由系統結合傳統對講機的 智慧保全主機 智慧保全主機因為是搭配對講功能 還有影視功能 當然還包含了智慧保全的功能 像各個接點所有的一些傳統的警報 國經警報 瓦斯警報 各類的一些紙黃的Sensor 一樣都可以接進來達成保全警報 報警的一個警機 最後再搭配我們上次所講的 所謂燈光控制的系統 一樣可以結合在這裡面 我們就可以達成一台所謂的居家控制 或者一個智慧保全 甚至傳統對講影視的一台 一個多功能性的警機 它是搭配所謂的7吋對講的螢幕 當然它就可以在這上面 就可以所謂的影視直接對講 那它是7吋的螢幕 那這上面都採用所謂的一個觸控的介面 觸控的介面 當然你可以做一些傳統的一個電話的撥號 那除了傳統的撥號 當然還可以選配所謂的行動電話的裝置 那行動電話的裝置 我們可以做一些轉接電話 或者一些簡訊報警 或甚至一些遠端的一些簡訊 甚至是電話的遙控 所以這上面結合傳統的實體線路之後 它變成一台全功能性 而且多方位的一個智慧型的一個保全主機 那結合傳統對講 我們當然可以把它的一些警報的訊號 它也可以直接送到所謂的管理中心 或者直接跟所謂的所謂的群呼 我們所謂的那個家裡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電話分機 我們也可以直接做呼叫 OK 像剛剛所做 現在所呼叫的是 它的系統內的一個分機的一個部分 那像我們可以再呼叫 我們所謂的家裡的實體的電話 OK 這邊就可以看到 它可以除了傳統的對講 還可以說所謂的一個區域 所謂的一個對講機 好 那 對講這樣保全的功能的話 我們把所有的Center 接進來 大門開啟 它就會做一些燈號的指示 一些門鈴的呼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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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的一些活警的警報 當你發生之後 它可以透過所謂的電話 語音的告警 或者是簡訊 所謂的選配KS的報警 。到理應的即時的一個 可能是公司區 或者你個人的手機去 你達到一個第一時間 以告知警报的状态 OK 知道您解除他的警报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达到他的功能